历创新竞赛 得奖的护理人员上台领奖 这一群白衣大士同时也是发明家 亚东医院的副护理长邓家美 因为不忍心 膀胱肿瘤患者 开刀后因为尿袋满了 没有及时倒掉 导致尿液逆流感染 发明了尿袋满胃风鸣器 它满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 逆行性的感染的风险 或者是血块会有塞住的风险 那它这个声响可以照顾 会告诉主要照顾者需要倒尿了 护理人员打针后 拔针时针头常会扎到自己 有感染的风险 慈济科大林驻军副教授 发明联动式安全针头 我现在开始注射 慢慢注射你看 这个套筒就往前了 所以当我拔针的时候 这个针头其实就被覆盖起来了 这一次获奖的名单中 就有好几位慈济医院护理师 和慈济科大的老师 秉持爱病人的一个心 然后想要去跟他们一起 共同地去面对问题 然后去思考如何 让他们在这条路上 可以获得更好的舒适的照护 身为护理人员 就是要同理病患的苦 能够提升医疗品质 是最重要的事情 大爱新闻 江丽君 蔡玉凯 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